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我是主播迷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系列科幻片《黑镜》吊死DJ 未来世界为了降低离婚率,未婚人士都必须要接受系统配对 系统会根据每次配对的结果更换更加合适的对象 直到匹配出最契合的伴侣 两人才可以一起离开这座被围墙包围的城市,共度余生 他们通过手里的智能小圆盘接受系统的配对指示 并且能够通过圆盘查看自己和对方相处的期限 弗兰克就这样在系统的指引下遇到了艾米 他们俩都是第一次使用这个系统,通过查看发现 他们待在一起的配对时间只有12小时 两人都因此觉得有些失落 他们来到系统安排好的房子里共度凉宵 却什么都没有做,只是牵着手躺着 两个人都对彼此形成好感,但无奈时间太短 第二天一早,两人就依依不舍地分别了 很快他们就接到了新的配对 艾米的配对对象风趣幽默,但却把相处中的一切都牵扯上性 艾米丝毫感受不到这段感情的温暖 还有一点让艾米忍不住的是 她的对象喝水都要叭击嘴 他们的配对期限是9个月 弗兰克的配对对象则是一个对一切都感到不满意的姑娘 无论弗兰克做什么都会引来她的反感 和自己不喜欢的人相处真是要了弗兰克的命 她深刻地体验到了和自己讨厌的人同居是什么感觉 更扬明的是,他们的配对期限长达一年 在一次聚会上,一对新人兴奋地给大家讲述配对系统的好处 让他们遇到了真爱,而此时的弗兰克却是游行冲冲 她在聚会上遇到了艾米,两个人都非常兴奋地聊了起来 但艾米对象的出现让她意识到自己有些越界 她立马就跟着对象离开了 终于熬到了9个月,艾米重新接受系统分配 每个新的伴侣都只有36小时的相处时间 日复一日滚床单的生活让艾米心生厌倦 逐渐变得麻木 三个月后,弗兰克也终于熬出头 系统竟然再次将她和艾米匹配到了一起 两个人欣喜若狂,艾米不再受到时间的约束 于是两人约定不去查看在一起的期限 而是安心地过好每一天 两个人的美好同居生活就这样开始 艾米经过之前的经历,开始怀疑这个匹配系统的目的 只是逐渐让人感到疲惫 经历过一段又一段的随机恋情后 会让人每一次都变得更顺从,更加智力破碎 直到最后,系统匹配给你塞一个最终对象 说这就是你的真爱 于是被匹配系统琢磨到精疲离子的你 接受了这份安定,余生就会一直活在说服自己没错的日子里 两个人在一起越甜蜜 弗兰克就越感到不安 他非常迫切地想要知道他们的匹配期限 于是他忍不住瞒着艾米单方面查看了 期限是五年 五年的日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这让弗兰克有些欣慰 但他没想到的是 这次单方面查看导致系统重新计算了有效期 眼看着圆盘上的时间从五年变成三年 最终停载了二十小时 弗兰克非常的崩溃 导致第二天整整一天他们都没有办法好好在一起 艾米察觉到了他的异样 必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弗兰克只好说出真相 他们只剩下一个小时的相处时间 艾米对弗兰克私自违反约定 导致时间减少的行为感到愤怒 但却也无可奈何 他们没有办法违抗这个系统 没有人知道围情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一个小时后 他们重新开始了配对生活 就这样过了很久 直到最终选择的来临 系统跟艾米安排好了终生伴侣 但不能够提前知道对方的信息 艾米现在有权找一个人道别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弗兰克 没想到弗兰克的最终选择也是在明天 仅仅两分钟的道别时间 让他们决定冲破系统的禁锢 他们一起翻过高墙 突然脚下变得一片漆黑 他们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很多接受测试的人都待在这里 系统正在进行预算 一共测试了1000对情侣 由998对都选择了冲破围墙的束缚在一起了 他们无疑都找到了自己的真爱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等待真爱的降临哦 科幻战舰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